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手持中美两国国旗的牛兵 站立在面向南草坪的台宫阳台和两旁台阶上 在奥巴马陪同下 习近平走进欢迎区 沿着红碧坛走上检阅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美养国国歌 李炮名21奖 字幕志愿者 李炮名21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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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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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阅后 习近平和奥巴马分别致辞 习近平向美国人民转达13亿多中国人民的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 习近平指出 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 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 中美建交以来 两国关系始终乘风破浪 比例前行 取得了历史性进展 习近平强调 中美两国携手合作可以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力量 我这次访问美国 愿同美方一道努力 推动中美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更多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 我们要坚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正确方向 使和平 尊重 合作始终成为中美关系的主旋律 确保两国关系沿着健康稳定的轨道不断发展 要坚持增进战略互信 加深相互了解 尊重彼此利益和关切 以宽广的胸怀对待彼此差异和分歧 坚定两国人民友好合作的信心 要坚持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 以实际行动和合作成果 给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要坚持增进人民友谊 大力推进两国民间交往 鼓励两国社会各界相向而行 不断夯实中美关系的社会基础 要坚持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加强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协调 合力应对全球性挑战 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习近平指出 友谊是件大事 中美两国人民心灵相通的真挚感情 让我对中美关系的未来抱有充分信心 是在人为 合作共赢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唯一正确选择 让我们共同谱写中美关系发展新填章 奥巴马首先用中文你好 向习近平和夫人同利员致意 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访问美国 奥巴马表示 美中两国友谊远远流长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是两国传统友谊的重要见证 我愿重申美方欢迎稳定繁荣和平的中国崛起 这有利于促进全球贸易和发展 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和伊朗核问题等全球性问题的解决 美中两国齐心协力将使世界更加安全繁荣 王沪宁 栗战书 杨洁篪等中方陪同人员 美国副总统爱登 国务卿克里等出席欢迎提示 中国国家主席席